某人就說 要有這天了解到幫助別人的意義 去到一間幽黎峰 他們是特別將這麽路報應 他們說是對來聊這各部表演以外 也有準備在請求所有的出口的一片 讓他們進行愛心以外活動的所得 希望透過這塊的活動 和小朋友可以了解到幫助別人的快樂 幽黎峰來到這麽路報應來參觀 並且由幽黎峰這行程王秀比 將這幾天愛心以外活動 所得要關給保養衣 這是求定這間幽黎峰 為了這幽黎了解信心 將給小朋友的生活方式 也有了解回饋社會意義 特別帶到小朋友到虛樂報應 並且到來這各部表演 讓正義董來觀看 小朋友到虛樂報應 我愛你 我愛你 加油 我愛你 我愛你 在六歲大年下 這幽黎是跟這新中幽黎來活動 也還是如何來上廚 這樣多年讓幽黎是感覺相當不一樣 需要我們幫助 可以我們親手過 在義賣火的 就給喜樂保養 希望他們可以快樂過新年 幽黎峰表示說 杜冠華或是方式 可以讓這幽黎 提供到不一樣的 或是環境 我們居然幼兒園的 太陽班的小朋友 在大樹主題發展的過程當中 在老師的引導之下 要學習大樹的精神 為人類無事的奉獻 比如說 大樹的樹蔭可以讓人乘涼啊 它的樹啊 樹幹可以來做 傢俱啊 很多的工具都可以 還有它的果實可以 供我們人類啊 鳥類啊 還有很多蟲類來吃 還可以當動物棲息的地方 那最重要的是 大樹的精神啊 值得我們去學習 所以啊 大樹身上啊 大樹的本身啊 它有很多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來做自然的創作 像植物的敲籃的部分啊 那我們家長啊 也是很熱心的幫忙 蒐集很多的樹葉 還有果實以及花朵 來做這樣一個作品的呈現 還有我們運用我們西湖的產業啊 那葡萄農產品的那個樹藤啊 來做這個邊框 所完成的作品就是這樣子 那小朋友啊 他們覺得這個作品看起來 是這樣的具有美感 所以啊 他們想說 那如果家長啊 大家都一起來共襄盛舉 把這個作品啊 意賣出去的話 那我們所得的錢啊 那個錢就可以來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那孩子他們也覺得說 在歲末年中的時候啊 那個社匯機構的募款啊 都比往年短缺很多 所以他們想藉由這一次 愛心 賢愛的活動啊 來幫助需要的人 這個活動在這家長 也會有你的配合 希望可以在這歲吧 年中一個 將這社會愛心 尚到需要關懷的地方 正式新聞 又很晚 日齡報道